大家好,我是Marco,欢迎回到FanBI功能演示视频。 在这一段视频中,我将向大家介绍FanBI中空间的相关功能。 空间和过滤功能有相似之处,它们都是为了筛选感兴趣的或有意义的数据参与分析,但空间与过滤也有不同之处。 第一,添加或编辑空间可以直接在Dashboard上进行。 第二,空间可以使查看分析者也能进行方便的数据切换。 第三,空间的过滤效果是针对Dashboard上全体组件的。 我们可以利用已经制作好的三个组件检验空间筛选数据的效果。 从Dashboard左侧的组件与空间选择栏中,拖入文本类空间。 在FanBI中,使用空间不需要在空间端和组件端进行参数传递设置,只需要在空间端绑定过滤依据的字段即可。 这是因为,FanBI的多组数据库在进行自动建模时,已经对所有有关联的数据建立了对应关系。 点击文本类空间的详细设置按钮。 选择文本类空间绑定的字段。 选择分公司信息内的省份字段。 按右上角的返合按钮返回Dashboard。 选择空间的筛选条件。 点击空间的下拉框。 我们选择北京和福建。 点击确定。 可以看到,右侧组件中只剩下北京和福建的数据。 其他组件中,数据也受到了影响。 类似的,我们拖入数值类空间。 为数值类空间绑定字段。 选择合同信息中的合同金额。 令合同金额大于10万元。 我们可以看到,右侧的组件随之刷新。 这是因为,所有在10万元以下的合同都被过滤掉了。 我们也可以在空间的详细设置中对空间重命名,使得查看分析者可以清楚地得知空间的作用。 下面,我们再来看一下时间类空间。 时间类空间共有五个形式。 分别是年份空间、年月空间、年季度空间、日期空间和日期区间空间。 我们以功能最详细的日期区间空间为例。 拖入日期区间空间。 为其绑定字段。 选择合同信息中的合同签约时间。 特别的,一个时间区间空间可以绑定多个时间字段。 我们再绑定合同回款信息中的付款时间。 对回款时间和付款时间设置过滤条件。 选择2013年8月1日至2013年10月1日。 我们可以在右侧的组件中看到。 因为时间区间空间绑定了付款时间和合同签约时间两个字段。 合同金额和回款金额通过同一个时间空间,受到了来自两个不同字段的过滤。 在查看分析时,还可以通过空间右上角的清空按钮。 快速清空空间已经设定的过滤条件,使得数据回到不受过滤的状态。 以上就是FanBI中空间的相关功能。 然后准备我理想起来 准备If练习酱点。 在你装置在自己人的切身上 discontin用的包卤。